以自然风景和人物为重点 苏彤德的创作具有丰富的文学性 影域的风景 苏彤德西化创作各展 展出的作品主要以近年的水彩写生及创作为主 最式展览作品的创作 以自然风景及人物表现为重点 其画面的经营及构成具有丰富的文学性 并同时注重作品的暗示性与情感表达 水彩画是用水调和透明颜料策划的一种绘画方式 由于色彩透明 一层颜料覆盖另一层 可以产生特殊的效果 适合制作风景等清新明快的画作 苏彤德作品中影域的表现 是模拟自然来进行 在分析解读后 用最能传达画家所要的运意表现方式来呈现 其中包括画面构成的韵律 色彩的计划 技法的运用等 使作品完成后 有时间感、温度及文学性的寓意传达 试着引起观赏者不同的美感经验 就绘画的诗性特别 有艺术层面上的韵律美 和心灵层面上的思想美 苏彤德试图将作品的艺术性 与心灵上的思想性 作结合 结成欢迎各界人士及一谈先进 立临参观指教 发现新闻记者赖伊荣 台北采访报道